第二单元 在古时候 孟母为了让孟子有好的学习环境 连续搬家搬了三次哦 有一次孟子逃学回家 孟母好生气 就把织布机上面的布剪断了 并告诉孟子说 求学要像织布一样 半途而废就没有用了 而豆芽山的故事又是说了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很久以前 有一个人叫做豆宇君 他住的地方很特别 正好在古代的燕山一带 所以人们又叫他豆燕山 豆燕山的父亲死后 留给他很多的家产 可是他却适财如命 还常常欺负一些 生活困苦 贫穷可怜的人 豆老板 今年的雨水丰沛 稻米长得比去年好 我想今年的价钱 应该可以高一些吧 哦 好好好 我来看看啊 嗯 这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了 嗯 就跟去年的价钱一样吧 诶 豆老板 你再仔细看啊 这些稻米的确比去年的充实饱满啊 我说一样就是一样 你到底要不要卖啊 是 你说了算 你说了算 好心的大爷 您行行好 给口饭吃吧 可怜可怜我 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去去去去 臭鸡干 触我眉头啊 别在这妨碍我做生意 哎呦 哎呦 豆老爷又在欺负穷人了 都三十多岁了 连一个孩子也没有 我看是报应哦 豆燕山听到路人讲的话 正好刺到他的痛处 他虽然过着富裕的生活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却膝下无子 一天晚上 豆燕山梦见他死去的父亲 儿子啊 你不要再做坏事了 否则豆家不断从此断了香火 你也活不了多久 如果你积德行善 也许还能改变命运 切记 切记啊 爹 爹 您别走啊 爹 您别走啊 老爷 老爷 您怎么了 是不是做噩梦了 我 我刚刚 梦见父亲了 父亲还告诉我呀 有积德行善 别再做坏事了 否则 不但会短命 还会绝子绝孙呢 老爷啊 那我们真的要多做好事了 哎 是啊 是啊 于是 豆燕山下定决心 要重新做人 他帮助了许多贫穷的人 还在自己的家里设立医学 让贫穷的孩子 都可以来上学 有一天 豆燕山出了趟远门做生意 回程中在客栈住了一晚 咦 怎么会有这包银子在这呢 嗯 这可能是之前的房客忘了带走 这会儿呀 他一定很着急 哎 我就在这儿等他回来吧 于是 豆燕山又在客栈中多待了一天 傍晚时分 有一位年轻书生 急急忙忙地进了客栈 哎 掌柜啊 掌柜的 我前天晚上啊 住在您这间客栈 有一包东西忘了带走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啊 哦 你是不是在找这个呀 是啊 是啊 哎呀 哦 那请清点一下 看看里面的东西有没有短手啊 哎呀 哎呀 没少 没少啊 这是我进京赶考用的盘缠 真是太感谢您了 豆燕山实惊不昧的高尚行为 也就在客栈中传为佳话 不久 豆燕山又梦见了死去的父亲 儿子啊 你因为做了许多善事 积了不少德 你的寿命也得以延长 老天还会再伺你五个儿子哦 豆燕山醒来之后 没有庆幸的感觉 却更加诚心地修养自己 做更多的善事 恭喜豆老爷 恭喜豆老爷 是个难排啊 几年下来 豆燕山的妻子 果然为他生了五个儿子 豆燕山教自己的儿子们 要认真读书 还要懂得互相礼让 时常帮助别人 最后 豆燕山的五个儿子 在他的教导之下 竟然同时考上了进士 成了乡里间的佳话 豆燕山教子有方的故事 也从此传遍了全国 这是所有 distribute 这次会计划 在五个儿子yle 但是 тем 与